哈喽大家好 我是钢蛋 就在三个星星中 黄车给大家带来了40系列首张加强塔4070 Super 原本想着其他的加强显卡 肯定要等一段时间在上 没想到才过一个星期 那4070Ti Super它就来了 但是我觉得不管它早上晚上 其实我们好像并不是太关心这个问题 最重要的就是来看这一张4070Ti Super的性能表现到底是怎样 对比4070Ti它能强多少 那它是否又能舔到4080的屁股呢 我们今天就来一探究竟 我们这一次拿到的是4070Ti Super金属大师 外观方面依旧沿用了该系列独特的设计风格 银白的配色 棱角分明 其外壳采用的是一体压柱的铝合金大招 浮翼 CNC 高光亮边 金属拉丝等多种工艺加持 一眼看上去质感拉满 非常适合不喜欢光污染的小伙伴 进入测试之前的我们先按老规矩看一看 4070Ti Super金属大师的一些基础参数 本次4070Ti Super依旧采用的是 AdLive Lake架构 AD103 275的核心 其中SM单元有66组 换算下来一共有8448个库塔核心 核心数量正好处于70Ti和80中间 具体比70Ti多10% 比80有15% 比较值得好评的是 不像70Super只提升的核心数量 70Ti Super的显存位宽也有比较明显的升级 从70Ti的192比特12GBGDDR6X 增加到了256比特16GB的GDDR6X 所以虽然显存频率都是相同的21GHz 但带宽却大幅提升来到了672GB每秒 可喜可喝 毕竟大家都知道 4090以下的型号多少都有带宽不足的问题 这一波加强确实是冲着要害来的 理论性能方面呢 我们直接来看3DMark的五项测试 对比4070Ti和4080 这三张显卡之间的具体差距如图所示 在代表2KD31的性能FSE的项目里 4070Ti Super比70Ti强6%比80弱18% 在代表4KD31性能FSU的项目里 70Ti Super比70Ti强6%比80弱20% 在代表2KD32性能Time Spy的项目里 4070Ti Super比70Ti强8%比80弱18% 在代表4KD32性能的Time Spy 再一个逊比4070Ti Super比70Ti强10%比80弱20% 至于光追性能方面 ProArt射出来的结果4070Ti Super要比70Ti强11%比80弱18% 不知道至于这样的一个理论性能差距大火是怎么看 那叫我来说的话 4080因为有限存频率以及带宽的优势 所以理论性能结果强出20%我觉得是可以理解的 但4070Ti Super对比70Ti同样三项规格具有优势的情况下 差距竟然没过10%这确实有点让人费紧 于是在后续的游戏测试结果出来之后 我大致的推断可能是因为这一次内测版的驱动 并没有发挥出4070Ti Super的传播性能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看看 这个内测版的驱动到底能给这三张显卡带来一个怎样的差异 测试平台无头说是 游戏环节测试了8款游戏最高画者两种不同分辨率 结果全部放在屏幕上 感兴趣的小伙伴这里可以暂停观看 我就直接省流 4070Ti Super对比4070Ti和4080 在2K分辨率下比70Ti平均强了4% 比80弱了11% 在4K分辨率下对比70Ti平均强出5% 比80弱了17% 怎么说呢提升确实比想象中要小 和4080的差距还算是比较正常 2K显卡压力不太大的情况下只差了10% 4K显卡压力上去之后 虽然显存和4080都是一样的16G 但核心数量以及带宽确实更弱一些 所以差距来到17% 这我也觉得合理 对比70Ti这边2K只提升了4% 4K提升5% 这确实就有点少了 这两项差距应该是在8%至10%才对 可能是黄色这次赶得出新品 给工程师的时间并不多 所以内测驱动这一块 我怎么看都有点数码捞味 但是因为时间的原因 我没能多测试几片 所以我准备等正式版驱动之后 我们再重新来细说 但即使驱动拖后腿的情况下 4070Ti Super的游戏性能也是相当不错的 2K肯定可以通吃 无论是单机还是网游均是百帧以上 而4K除了2077外 也有同样的100帧以上的表现 还是相当不错 基本上4080能玩的游戏 4070Ti Super同样能玩 即使像2077这种压力比较大的游戏 开启DLSS3.0后 帧数也是均超过60帧 体验都有保障 所以这张显卡定位入门4K 我觉得问题不大 那么24年的重点风向标 就是AI各大厂家都在说AI 那么在对于这张显卡 我们同样也测试了它的AI生产地 生产地方面依旧是 小伙伴们喜闻乐见的AI画图 我这里用敲夜大脑整合的包进行测试 在1024×1024较高的分辨率情况下 生成机甲美少女图片 连续三次取平均值 实测4070Ti跑完一张 大约需要6.2秒左右 而4080则只需要5.1秒左右 4070Ti Super则只需要5.8秒左右 这个速度可以说是比较快的 在16G大仙存的加持下 除了AI传统剪辑生产力 肯定会比70Ti表现更好 OK那么最后 我们就来一起看看这一张显卡的功耗 官方给出的纸面参数 它是285万 而我们实际测试的话 在1024度的情况下进行烤机 最终功耗位置在278W 温度61度 表现还是不错的 在参数有较大提升的基础上 维持了上代70Ti的水平 看来40系列经过一年的优化打磨后 能耗比在这一代Super系列上 确实有所提升 OK那么最后 我们就来对这一张显卡 进行一个简单的总结 首先参数上4070Super 是指提升的核心数量 那4070Ti Super 它不光是提升的核心数量 还提升了显存和带换 这一点确实要显得更有诚意 特别是16G的大显存 无论是大型游戏 还生产力都能起到不小的作用 而价格方面 本次4070Ti Super的售价已经确定 首发799美元 国内6,499元起 和4070Ti基本是保持一致的 对比4080明显要低出不少 4070Ti Super 拥有4080差不多80%的性能情况下 首发价却只要它的68% 确实要比腰键盘还突出 所以中上所述的话 如果说你手上的预算还算比较充足 但想考虑高端显卡 那40系列里面的这几张显卡 除了这一张4070Ti Super 还有哪张会比它更合适呢 OK那么以上呢 就是关于本次4070Ti Super的 全部首发内容 如果觉得本期视频对的有帮助的话 还请长按点赞 一键三连支持一波 如果有不同的想法 看法问题 欢迎在我们的评论区 大部分留言讨论 我是钢单 我们下期再见